新闻头条带您关注 中共政协今天闭幕 政治局常委余正生确定成为政协主席 外界分析他在对港台事务上 将不脱离保守强硬作风 至于关系到台湾的国台办与海协会人士案 学者认为在中共内部政治角力过后 也将会有一番洗牌 我们今天的头条报道 中共全国政协会议闭幕 余正生确定取代贾庆林成为政协主席 也是所谓大陆对台工作而把守 外界分析余正生之前在香港议题上 发表强硬批评 即使余家成员在两岸的军政界都曾担任要员 余正生的对台政策也不会松手 余正生哥哥曾经叛逃美国 在某些地方他会更强调对共产党的忠诚 他在政策上面会比较保守 另外海协会长陈云林可能在两会后卸下会长 由商务部长陈德明接任 而国台办主任王毅也异动 可能由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接任 董立文强调 中共对台工作的人选不是依专业决定 而是政治分配 处理外交事务呢 其实它的重点就是在国际社会上封杀中华民国 可是处理这种国台办处理对台事务 又要负责等于是说缓和两岸关系 这两者的禁止是完全相反 没有像过去有一样那么提早的那么明朗化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 我相信不是触碍两岸关系 还是在他们内部的政治问题 跟十八大延续下来的这种权力的分配 乃至角逐竞争的问题 中共人事异动 台湾陆委会方面 周二没有多做评论 礼拜三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将到立法院备巡 朝野立委势必要求台湾官方分析说明白 新唐人亚特剑士 陈慧摩承真 台湾台北报道